現在有請各處的嘉賓進行 翻頭儀式 典禮由行政長官曾任權主持 碼頭大樓採用一系列環保裝置 大樓設有5600平方米的附屬商業區 頂層是圓景平台 為公眾提供戶外的陸化地帶 而大樓由政府出資、設計和建造新碼頭 並會將碼頭租給營運商管理和營運 碼頭大樓和首個拍位預計在2013年中啟用 首個拍位將可以停泊世界上最大的游輪 第二個拍位預計在2014年落成 政府現正就碼頭營運和管理的租約進行招標 計劃今年內委任營運商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